花蓮玉里分局的远景在巡逻时 发现了复理箱镇内的便利烧商店前 有一辆车子不停地闪灯 那么远景上前关心后才发现 家住在这个罗山的于先生是来到镇上买东西 要回去时车子突然发不动 打电话向车厂来求救 但是车厂已经打烊 那么警方呢只是为了避免影响交通 先在车辆后方树立了警示牌 再以接电的方式顺利将车辆发动 晚间8点多不理箱镇内的便利商店前 发现一辆车不停地闪黄灯 刚好就被执行巡逻行物的远景发现 上前关心状况才发现 家住在罗山的于先生 原本是来到镇上买东西 要回去的时候发现车子突然发不动 就赶紧打电话向车厂求救 可惜车厂已经打烊 为了避免影响交通 先在车辆后方树立警示牌 再以接电的方式顺利将车辆发动 可以拆掉了 你把它拆掉 日本局表示 民众出门前应该要先做检查 在路上如果发生故障 务必请先冷静 慢慢将车辆移到路边 开启双黄灯 并且在适当的距离 放置警示牌 以免发生追撞 另外车辆要定期保养 除了避免突发状况之外 也能够延长车辆的寿命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